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李宗芬 今天的在地旅行 要带大家跟着饮食作家 走读高雄的左营旧城 左营旧城是高雄市 在民政时代就已经开发的区域 历经了日治时期 与国民政府时代 不同年代堆叠出 丰富的历史与人文风情 而这些历史文理 都还存在左营旧城的 大街小巷中 比如清朝时期新建的城墙 日治时期的海军眷村 以及左营皮仔头和哈喽市场 现在就透过镜头 让我们跟着饮食作家 走进哈喽市场 开启走读左营旧城历史的 第一站 哈喽市场跟其他市场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早期主要是供应给 军队的批发的这些店家 所以它的东西都是 壮跟壮旺 以前那时候军人 还有眷村都还在这边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繁荣 很繁华 眷村的来买东西都是很好卖 没有在客气的 我算是出生在六龟那地方嘛 然后以前高雄客运啊 在左营大陆上有一站 经过那个路的时候 我就觉得来到高雄市 那像有时候我们要去 台中台北干嘛 也都会在高雄坐车嘛 所以你只要开到左营 你就知道说进高雄 或者是离开高雄 所以左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从乡村进入到 文明的一个起点吧 中卓营港是算很老的 年龄层算比较偏高的部落 它慢活 它很日在 再来就是很有人情味 它这个地方因为算是 从很早期 从明镇时代就叠加了 很多不同年代 从一般平民的生活 到政府单位住宅的城 到后来 因为战后有非常多 大江南北的军眷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算是融合一点点树民 又有一点点 就是比较偏向于 军事气息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公布了这个 区块的一些文化 尤其是体现在饮食这个部分 哈啰 大家早安 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叫江中航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料理方面的讲师 也是饮食的作家 这样 那我会很喜欢到不同地方 去收集食材跟故事 然后把它设计成游城或者是客城 因为我今天要进驻在 建业新村这个地方 所以就开始找我们 左营的素材嘛 那最近的比较大的市场 就是哈啰市场 那所以我就想说 用哈啰市场当作是 游城的主题之一 那接着我们有搭配一位 也是高雄在地的一位 文史方面的作家跟解说员 带大家走原池坛 走巷弄 然后走很多的店家 然后还有一些眷村的景观 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过程中 不是只吃到美食 可能也可以认识到 这地方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也走到赛市场去 跟一些摊友聊天 然后采买一些食材 到我那边做菜 那也希望今天的行程 可以一切顺利 然后 我们大家现在手上 都有一个鸭鸭鸭鸭嘛 那我们现在就先到 哈啰市场里面去逛 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哈啰市场里面去逛 他其实算是在民国46年左右 因为有美军驻杀的关系 所以他就顺利军队的人口 所以开始出现这个市集 早期 为什么叫哈啰市场 就是因为跟美军打招呼 会讲哈啰哈啰 所以就是哈啰哈啰这样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农友他们会把那种 有点像是虫害的啦 或者是有点撞伤的菜 他们会说这个叫做哈啰货 所以那边就命名叫做哈啰市场 不过他正确的名字 应该是左营地自工有市场 然后这市集跟一般的小市场 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的功能比较像是批发型的 来往里面走 芸芸 他等一下下去盖小鞋 你自己家保护啊 我家杀材啊 我杀杀杀材 说啊 我想要跟这儿 这种辣椒 真的就是这样啊 那你们像你的烟茴 也都自己拖的啊 对啊 都自己做 辣肉也自己做 对啊 就没有辣肉 不可以的 就要穿过去很好 要穿过去 对 表示我 你不做钱 如果穿过去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洗手 老船头我们不能用色素 因为我用色素 通常来买肉的客人都是 这边的住户吗 还是说是 有些是军人 过来这边买的啊 我今天在軍人比較少 都是這附近的住戶 就是大家買習慣對不對 就是買這樣子 好 那我再看一下 你們那個臘腸 那個臘腸要拚嗎 如果臘腸 你我會去找什麼 不是 我是他那個吃乾的 我會去買兩家 好了 大家都有買了 好的 謝謝 請剛剛回來 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哈囉 嗨 你好 打擾你了 就是因為我教大家怎麼做那個 雜菜湯啦 所以想說來跟你請教一下 我要買哪一些食材這樣子 雜菜湯的話 最主要就是肉碗吃 那一般的話都使用貢丸 因為貢丸它可以煮得比較久 對 它耐煮 耐煮 那一般如果有的 想要比較漂亮 真色煮的話 它會使用鱔魚碗 反正說它會用一些花片 花片 對 我們家比較像雜貨店 我們這主要是 批發食材給餐廳的部分 或者是飯店學校 因為我們賣的是冷凍食品 冷凍食品包含的雞豬牛 然後可能乾料什麼那些 其實都要做準備 我們的東西大概有兩三百樣 然後在市場這邊的話是零售 那後來前幾年 慢慢開始再做到網路 最早之前是阿姨在做 大概這樣子應該有二三十年有 她那時候就是打算已經要退休了 剛好這個賣魚的是我家 就想說那不然就是接手阿姨的 就是做做看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接手十二年有了 然後從國小的時候就會幫忙賣魚 對 那以前那時候軍人 還有就是那個眷村都還在這邊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繁榮很繁華 後來因為都撤掉的時候 就真的有差 落差很多 整個市場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你們年輕人還可以回家 接這一個 真的有辛苦的地方 但是也是有我們能夠得到的地方 其實在這裡學到的更多 跟在外面看到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我願意會選擇要留下來 然後保護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傳統市場算是比較 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而且其實想要買什麼 其實通通都有 對啊 那不只你來嘛 我們還會教你怎麼煮 怎麼做 對 那其實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在超商是沒有的 像我的網站上面 我也是盡量就是推廣 推廣說哈囉市場 傳統市場 就是不要讓傳統市場給沒落下去 大家都OK了齁 我們往左邊走 去買那個白菜 買大白菜 來啊 煮湯的 來 煮湯的 來 煮湯的 這樣子半顆 好 謝謝 欸 酸啊捏 哪一把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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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同學 我們右爪來 暫停一下下 剛剛我們逛的是HELLO市場嘛 那HELLO市場呢 旁邊這一條呢 其實有很多那個 製麵場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早期這邊都是做很多 軍隊的食物 食品的補給跟批發 所以這邊有很多的火鍋料 很多的製麵鎖 甚至是米都在這邊 那後面其實也有一些 乾貨的 賣雜貨的 罐頭啊 或者是像 豆皮啊 然後還有像一些 平常說會用到的調味料 這邊也都有 基本上在HELLO市場 肉也有 蔬菜也有 海鮮也有 水果也有 鋼護也有 主食類的東西都有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 它之所以會這麼多人 來這邊採買的原因 好 那也希望 這一次大家來這邊之後 大家也可以自己 來逛逛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要到的是 山山宮裡面有一個賣泡菜的 我們帶大家去看 泡菜類的這一攤喔 走 好 雞翁哥來了 帶我們的學員來 幫你教官 好啊 好啊 我一天有幫你買一項 東西很質素的 是這個 這是什麼的 那個膠頭 它有一點點酸酸的這樣子 甜甜 甜甜酸酸的 那你像我們台式泡菜咧 真的喔 這個喔 啊 這是韓式的嘛 對對對 這會陷喔 稍微看 比較偏酸 就是 我想我們的辣椒 是很辣 對 對 對 但是又厚近 老闆妳在這裡多久啊 50年啊 50年啊 70幾年的時候 經濟很旺盛嘛 不要臭豆腐的啊 我就來跟我們拿泡菜嘛 那時候一天 就要做300斤的泡菜 300斤泡菜 高麗菜啊 高麗菜 對 那過年都 過年齁 差不多半個月左右 就要做500斤啊 因為現在 我們這是屬於傳統市場 對 它傳統市場 現在都比較沒落了啊 現在都工廠那麼大 都做這種大量的 對對對 可是你們的就是 像這樣子小包裝 就自己在家裡吃很方便啊 而且是純天然 沒有加一些的東西 什麼添加豐富的東西嘛 沒辦法生火了 所以大家以後 可以來跟老闆娘跟我保管 謝謝 好 好 老闆 你好 我們來幫你招一招 我來幫你 買這個米 我其實要做一種 人家說一種廣食 一種大肉飯 要用風來米就可以了 風來米就可以了 就在這裡算是料點嗎 料點啊 我們以前日本時代 我們說在這裡的時代 我們說在這裡的時代 我們說過新料 我們把食物接 吃了以後 風來 比這裡一大農胃 所以我們有一段時間 沒有做 到民國 六十年 我們這樣就開始 做米 我們還在獨森的大樓 所以講起來的話 我們有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 三百年 三百年 所以在這裡 關鍋的一個空氣就對了 那時候 在外面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條路 在那裡 四、五十年的時候 他肉市場 倒市 開花以後 對 我們這杯子倒市場 店裡讓他們都餵料 舊菜市場也拆掉了 拆掉了現在 像飛鴨一樣 比這個路人 特別 最沒有影響的就是我們 我們賣米 我都固定的客戶 現在的旅行 我好好的客戶 兩個老的而已 你們就都拿了 自己就吃飯吃飯吃飯 好的 現在呢 所在位置呢 是在左營大陸上的一間玩具行 那大家不知道 對於玩具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我小時候呢 我是七年級生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會玩 像是打陀螺啊 或者是彈珠啊 這類的玩具 那現在可能 年輕的小朋友 可能沒有聽過這樣子的東西吧 那在左營大陸上的這家店呢 它雖然叫做玩具行 可是它其實 不是只賣玩具 它到底賣的是什麼呢 就跟我一起去 你們看看吧 歡迎來到我的玩具店 這個是以前 以前我們小時候在玩的 就叫阿拉飄 還有這個是陀螺 也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玩的玩具 還有這個彈珠 現在小朋友的話都是玩手機 沒有在玩這些古早味的東西 這叫老鼠牌 我們以前有老鼠牌 富科牌 還有那個四色牌 還有這個小時候在抽的 這個叫韓基盒 那裡面有牌子可以抽 這個是通通有獎 這個也是有悠久的歷史 超過70年了 這個罐子 我們之前都是從台南買 現在沒有在生產的 因為它這個是純手工的 用吹的 因為它每個瓶子大小 都是有污差 有高一點 有矮一點 不一樣 我們這家店大概50年左右 我實在是第二代 以前的話就是 糖果跟玩具都有在賣 玩具是因為淘汰掉 所以就沒有賣玩具 現在賣的都是比較符合 現代人會買的東西 像糖果餅乾 像過年過節 或開心果瓜子 平常就是會吃得到 用得到的東西 這個是綠豆糕 它裡面有滾粉的 它是軟軟的 QQ軟軟的糖 它也是有牌子可以抽 所以這個牌子大概有幾年 這個都超過50年了 差不多有七八十年有了 所以生產的廠商 還有其他家 廠商的話 現在就是越來越少了 剩下沒有幾家 在做這個牌子 因為這個的話 就是要你 還要碾手工碾 很麻煩 所以沒有人要做 而且這個銷量又不好 漸漸沒落 那現在會來買你們的東西 年齡層大概是多少 年齡層的話大概是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買 不然就是年長的 年紀大一點的 所以現在賣的是一個回憶就是了 對啊 回憶一下以前 以前的一些產品 現在我們在左營大陸上 那我身後其實是一間傳承了 六代有兩百年歷史的一個中藥行 那在現在大家普及都是看西醫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中藥行 為什麼還會繼續傳承下去呢 接下來就帶大家到裡面去看看吧 來 徐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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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醫師 真的是可以請你幫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正信堂這邊的一個 相關的歷史跟背景 那我的來胎主 徐林書 是孕育在清朝1821年 因為不滿百姓政府 所以他來到台灣 那來到台灣的桃園大溪定居 那也因為一代到川一代到我父親 第五代的時候他來高雄 當兵服役的時候 幫這些軍卷治療 所以他就留在這邊 這是我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一二古老的時候沒有香品 要去那個國家文化庫裡面就會有 那我們店裡面有沒有什麼是 我們自己收藏好幾代的 這樣子傳承下來的一些 很健康 這個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東西 在過去以前沒有機器 沒有機器的時候 他要研磨藥粉的時候 他就必須靠這個東西去研磨 這個東西是藥材碾槽 專門碾藥粉用的 所以當時在弄的時候 我們是把藥放到這邊去磨 去磨細一點 那這個呢 這是我們的傳統比較秤 拿的時候就是左邊是刻度 看這個東西有沒有歸零 通常我們拿著鍍 他跟他是一起配的 醫師你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本是 這一本是以前我 我爺爺當初他用的處方單 過去以前我們都用手寫的 當初就沒有像現在的電子化 或者是印刷 都是用一張紙直接寫起來 這好像是腎臟比較篩 對對對 他就寫在上面 那像我們看到那個像櫃子這一些 也都是以前就留下來的 對這些以前都是留下來的 以前都是用這些台灣檜木 所做的東西 這叫白草櫃 那為什麼用檜木呢 檜木本身它可以防草 防蟲 因為中藥材裡面放久了 它容易長蟲 如果有檜木的狀況之下 它有揮發油 那蟲就不會進來 所以說另外一點 它除了廚師以外 它還可以通風 那像現在其實也有一些 會把中醫跟西醫 做一個整合的這種醫療的方式 那我不知道醫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中醫強調的是 陰陽要平衡 一旦陰過多 陽過少也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求平衡 那在西醫的方面來講 你沒什麼我給你什麼 通常服務作用會比較多一點 那中醫本身從過去以前皇帝內經 就是要治胃病 胃病就是可能你未來會發生的疾病 就是治胃病 所以我們都講 現在不養生未來養醫生 這個道理就是把身體要顧好 一樣你有了 你就不容易生病 像我們現在接下來是入秋了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藥方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食物 可以做一個食物 可以推薦給大家 秋季的時候通常就入肺菌 秋季比較容易乾燥 那比較容易犯的是 脂氣管發炎的 或者鼻子過敏的 我們就用一些比較潤肺的 像白木耳 眼窩 或者杏仁茶 這一類的東西 包含貝膜 酸貝 這樣子還有蜂蜜 對於我們的肺菌來講 是很有幫助的 那今天謝謝醫師幫我們做這個介紹 當然哪裡 哪裡 有請我再帶一些我的客人 在這邊交流一下 確實歡迎 謝謝醫師 大家今天可以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接下來要帶大家走的是 左營舊城區上的左營大路 這條路是在日治時期 所開闢的高南公路 走在左營大道上 還看得到許多日治時期的街屋 兩旁的巷弄裡 則是左營莊老聚落及古厝 還有國民政府時代 有著小上海之稱的西陵街 左營大路可說是 見證左營舊城風華 很重要的一條道路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透過鏡頭 一起去了解 各位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以前是三樓冰茶室 以前是有點讓人家聞風上來的地方 因為它曾經被變成 就是所謂的海軍白色恐怖時期的 一個訓問的空間 蓮池潭西側這邊 因為是漢人聚集的一個區塊 所以相對的就是所謂的信仰中心 跟信仰據點 其實也是非常的多 因為要支應這些人口的那個精神寄託 好 我們騎完車的夥伴呢 我們先慢慢的往這個方向移動 我們等一下要先到蓮池潭邊 那再往左營的舊聚落區裡面 去騎腳踏車逛逛 各位 如果常來蓮池潭附近的話 你會發現蓮池潭很多那個宗教相關的景點 那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是水上的玄天上地上 那這一間玄天上地 它其實是對應著所謂前方的那個原地廟 那這間廟其實算是所謂的左營的大廟 那以前在那個蓮池潭 它比較靠近西側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形成所謂的左營莊聚落 那以前在這個左營莊 它實行的保甲制度呢 有分一到七甲 那一到七甲都有各自的守護繩 而且以前一到七甲都還沒有能力蓋廟的時候 他們的主神都是直接供奉在這個原地廟裡面 所以等於說大家都是到這邊來拜拜 所以這間算是左營的大廟 這也是因為就是左營這個地方 傳統信仰非常的興盛 所以在水面上 我們會看到很多跟宗教信仰有關的 比如說像這邊的那個玄天上地之外 還有包含那個春秋格 龍呼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往這個方向去 那這邊的傳統的那種古厝呢 它大部分會直接就地取材 除了所謂的我們常看到那個紅莊跟紅瓦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高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產 是這個東西 就是珊瑚礁石灰燕 只是它被風化 所以看起來偏黃 而且因為昨天下雨 所以它顏色看起來比較深 那其實因為我們有大小岡山 有壽山 半坪山 龜山 這些全都是這一系列的那個地址 整個高雄沿海地帶 很喜歡用這種珊瑚礁石灰燕 就是老古石 尤其是左營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所謂的鳳山縣舊城 就是左營舊城 就發現它的城牆 也都是用老古石蓋的 因為就直接就地取材 所以這其實算是高雄沿海 平原地帶的民居特色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往上騎 左營這邊的那個城 它其實年代比較久人之外 它保存的面積是最廣的一座 另外一個比較完整的是那個橫村城 像東門段它有那個鋪城河的形態 那北門呢 也有就是現在全台景村 有那個門神 泥塑的那個城門 那還有包含就是所謂的西門遺址 那像南門呢 是那個時候從高雄地區 要往北邊進到左營這邊 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象 所以這四座城門就是包含西門的 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棉袋樣貌 那也保持得算是還蠻很整 你可以體驗到就是真的在城鄉上面走動 那去看到一個現代街區的那種感覺 好 各位我們先往這個方向來移動 好 歡迎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幾位貴賓 我們要來看這個街和北海 那這個呢 百年的歷史建築呢 從哪裡可以證明它百年歷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從日治時期的土地登記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明治四十四年 也就是西元的1911年 那這間屋幾歲了 一百一十二 對 剛好 很好算 因為民國元年 現在民國一百一十年 所以這間街和北海 貴賓已經有一百十歲了 那我們的這個唐號很特別 叫什麼 建三連 這叫做前三連 然後這個唐號都不是來自於它姓城 它姓料來的 它是依照風水地理來的 因為這間屋內在這個 這個連體探紙 那我們在這裡 那這裡有一個八角的地理風水 所以它給它的這個八卦液晶的首卦喔 它給了它前三連 坤六段的前三連這個門耳 它這個門耳多特別 在目前整個台灣的古厝 還沒有一個前三連的唐號 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喔 如果有 可以跟我們講 所以這唐號很特別 當初這間屋好像誰在大而已 在大而已 欸 多好買啊 三個長者住在這裡 所以它一次呢 沒有蓋到呢 純手 它就不去 它就蓋這個五開間的 一條式的五開間的老房子 所以它這兩邊沒有蓋 可是我們發現 剛剛這個右手邊的這一個伸手 除了前三連的八角的意象之外 它在我那邊卻也有一個八角的窗戶 可是它是44年蓋的喔 那我們看對面啊 它們已經都改建了喔 來 我們看一下 它的左右兩側也是八角的窗戶耶 對耶 所以它真的就有呼應到這個風水地理喔 因為賣杏仁茶本來就是我先生的奶奶 我奶奶就住在這種三合院 巧合是我的奶奶有一棵芒果樹 這裡也有一棵芒果樹 那我們因為在成功那邊賣了18年 我們的房東臨時把房子收走 然後來到這邊看到這個房子 它的狀態不是這麼的好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欸 這就是阿嬤給我們喝杏仁茶的環境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用這樣的環境 來賣這樣的杏仁茶 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一個契機點 然後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有這個古墊 你就會覺得只是純粹坐在這裡喝杏仁茶 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讓它再做一些什麼 然後因為跟這裡的長者連結 於是就開始辦起了露天電影院啊 音樂會啊 辦了一些傳統的像布袋戲 文物童玩節 人公仔車 結合了這邊的國小 國中 高中 我們跟他們做合作 讓孩子來看老房子的保存 價值的意義在哪裡 那你為什麼要辦這些活動 因為這裡是一個老的聚落 很多老房子即將要被拆除 然後這裡的長者沒有人跟他們說說話 沒有人跟他們做一些故事的保存 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東西 其實如果我們再不推廣 因為這些東西即將都要流失掉了 我們大家來到這裡 都可以來偷偷的尋找看看 在這個牆壁上就會有刻這一種 來猜猜看 這什麼動物啊 猜貓 有人猜麒麟 有人猜很多 結果後來我們 覺得它是蝙蝠 蝙蝠會幾隻啊 八過六 如果這麼好餓我就不會讓你們餓了 其實它真正的答案是4 因為要4給住在這裡面的人啊 賜給他們福氣 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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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 你看以前老一輩的智慧有多深 然後包含以前的這個門簾 它都是用膠子桃燒的 那這個長者呢 他沒有要求他的子孫要多麼的 高望重啊 權貴等等 他只希望他們呢 招百福 掃千災 平安就好 所以呢他這裡的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小地方的細節 都是有故事的 我們來沒有人認識我們 然後這些長者他們就觀察你 幫你暗算你一天來多少客人 後來熟識的他們長輩 講話也比較直接就跟你說 你如果做生理一刻 不想去中央大樓 你如果來中央下樓 你是來這裡等死的嗎 後來慢慢發現我們都會去邀請他們 然後結合里長 然後不然變成一個社區交流的空間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都說 這是我以前的里就回來了 所以呢 這個空間 我覺得以後可能不叫幸福這樣子 以後可能叫私自信仁茶店 所以就讓這些私自的長輩 或者是這些長老在這裡 好 各位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這邊的路寬 跟我們剛剛體驗到的那種 就是想想像上其實有蠻大的差異 我先讓大家看一張古地圖 就是我們這邊剛剛經過的那個 就是左銀莊聚落呢 他早期主要的道路 其實是很小條的 那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比較北邊這個區塊 那這個道路呢 其實在日本實在大概在1920年代 其實有執行過一次拓寬 所以他的這個道路是新開闢的 所以比較多近代的建築 就比如說那種店鋪住宅 就是我們所謂的幻祖 或者是透天廚 都比較容易出現在這邊整排的街屋 那這邊的街屋呢 當中有一個比較住民 是我們身後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單純看它上面的字 你會看到什麼字 茶樓 它其實以前是三樓冰茶室 類像是冰果室的空間 那這個冰果室呢 其實以前是有點讓人家聞風上來的地方 因為它曾經被變成 就是所謂的海軍擺熱恐怖時期的一個訓問的空間 所以你才會在這邊被刑囚被拷打 那但是這一棟建築物呢 它在1930年代就蓋好了 那這棟建築物其實最早其實是做所謂的酒家使用 那這間酒家以前叫做蓬萊閣 以前就是這條左營大陸呢 它其實附近有所謂的戲院 有酒家有各式各樣的商店 就集中在這邊 所以算是以前 左營在日本實在非常繁榮的一條街道 當時候這個建築物它是由四個人來 就是共同集資興建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不同的姓氏 有黃 卓 曾 跟吳 就是這四個人物在這邊共同集資興建 那個當時候左營最著名的一個就是酒家 當時候酒家就是以賣台灣料理為主 那也是因為有非常多那個酒家店鋪的原因 也是造就了就是左營這邊有很多的中泡菜 那這個紅萊閣以前呢 就是在日劇時代的時候 日本來到這裡 所以就在這邊煮大菜 招待 宴客 達官 貴人 那日本兵戰敗之後 他們離開了台灣 這些煮這個大菜的師傅啊 就沒有表現的地方 可是家家戶戶貧貧窮 當時的年代貧窮 所以什麼時候才吃得起這個過年 或者是加油喜事 或者就是神明拜拜 這邊的廟宇又多 所以這些大菜師傅就往這個地方去發展 所以就當起了中泡菜 所以這裡就有很多很多的中泡菜菜 有留在這家 然後傳承給他的子女 那這裡你只要到了我們過年這一條 從哈囉市場出來接左一下路 就陸陸續續有這個年菜的培養 然後在要過年以前你就可以來拿這個宣傳單 然後他們就有煮這個年菜 這個就是年菜接著這個由來 那這棟建築物除了它的造型比較簡單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時代的痕跡 我們稍微往這邊看一下 你們發現它這邊的牆面上面有很多很斑駁剝弱的地方 那就是二次大戰就是遭受美軍掃射下的那個彈篷都是在這上面 但是你看它戰後經營那個賓茶室都還寫那個三樓賓茶室 樓高坐牙 接應周到 租軍光顧 什麼什麼歡迎之類的 可是這個對於當時候被刑求的軍人來說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好 接下來呢我們會再往那個西陵街的方向 那各位我們再牽一下那個腳踏車 好 這邊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條西陵街呢 也算是跟軍區文化非常關聯性密切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的台幣大概是1960年代才開始發展起來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剛剛一路經過有非常多的 賣西服 西裝或是試裝設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除了這之外呢還有很多軍用品的 那還有包含很多的那個Pub 那其實就是跟當時因為這邊 離軍區大概你散步就會到的距離 所以那些軍官他們可能休假的時候呢 可能會來這邊做一些補給啦 或者是在這邊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娛樂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身後的這一棟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寫什麼 觀光大廠 對 觀光大廠不知道好了 其實它這間以前是1966年成立的觀光戲院 那這間老戲院建築因為1960年代就開始朝向 就是那種複合式經營 那一樓這邊其實是可以提供給各個店鋪商店去做營業 那比如說你在上面看完戲下來 就可以吃個晚餐或什麼宵夜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其實是早期的一個就是還蠻有趣的樣態 那這間觀光戲院呢其實是高雄影視產業大亨真清水 就是它第一棟的戲院就是觀光戲院 它早期是做冰果式的 那後來就是覺得好像戲院這個東西是可以賺錢的 所以它就開始做了這個它是第一間戲院 那除了這個戲院還存在之外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它另外一間還存在的戲院 那我們先往這個方向來 那就是在同一年的真清水它在1月的時候 這間觀光戲院開幕之後很快的在大概5、6月的時候 它開了另外一間戲院就是後面這個 叫做清水戲院 所以在這個牆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真清水這號人物它所經營的戲院的名稱 比如說清水戲院觀光戲院 所以它是不同的那個樓層 所以這也算是當時候就是高雄在這個戲院發展史當中 一個還蠻重要的人物 它是直接白手起家 經營的一個就是產業 那它這兩個大概都在1995年左右的時候就停業了 為什麼在那麼近的 就要蓋兩間戲院不會打架嗎 因為人很多之外 以前的戲院都是一大廳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電影 必須要就是這邊可能放某一部電影 那這邊又放一部電影 就要就是這樣輪流交替也在去做放映 所以它自己旗下的兩間戲院 就是蓋著非常近的原因 其實是有這樣的 因為都是一大廳的狀態 所以它這邊一整個區塊 可以容納大概五六百人 我們現在看電影也很少就是一個廳裡面 有五六百人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跟現在人類觀影的感受 其實還蠻不一樣的 洗淋酒剛好夾在左營大陸跟後面的眷村區的中間 其實這不是這裡沒有一條路 可能就是竹林雜草重生的一個空地 那其實在民國三十幾年到四十年的時間 我公公他們那時候所謂外縣市 比較不容易生存的那個地方 像我公公他們是從台南的雪茄 然後我後來發覺這裡也很多 都是從台南的將軍 然後七谷歸人那些地方 甚至於有一些澎湖來的這些居民 因為軍人越來越多 然後當地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慢慢慢慢組成這一條街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沿路看 就是有服裝店 有布裝 做西裝 然後做修改衣服的 然後所有的食衣住行娛樂 原則上這短短的一兩條路 大概兩公里的這一條路 其實包含了所有在地居民 或者是軍方弟兄的所有的生活的需求 都其實都可以找得到這樣子 西陵街再往前走一點點 它叫做小上海 叫熊海街 那以當時候可以叫做熊海街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人家人山人海 腳踏車是騎不及難的 就是走路 所以說我會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曾經繁華落盡的一條街這樣子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講到左營 除了廉池潭之外 再來就是眷村 左營的海軍眷村是日治時期所建設 也是台灣海軍眷村最大的集中區域 其中的明德 建業和和群新村 在2010年登陸為高雄市的文化景觀 高雄市政府這幾年推出以租代戶的政策 加以活化 這裡也成為全國第一處文化景觀眷村民宿 一起到建業新村去看看 高雄它本身是一個 跟軍事方面有很深關係的一個地方 明德新村 建業新村早期 這邊居住的都是軍官 甚至是將軍等級的 日本時代的軍官的房舍 後來成為所謂的眷村中的地堡 對 所以後面的景色 每個庭園會非常的漂亮 建業新村它是一個 以住戴戶的活化空間 其實裡面的人是會輪替的 那房子的外觀也會改變 那我們希望留住那個時候的景 我是以住戴戶第一期的申請者 因為我是眷村子弟 所以我的童言回憶幾乎都在這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在建業新村這邊 那我自己的工作室是入籍在這邊 除了我之外 其實村子裡面有很多 五花八門的工作室也好 或者是店家也好 那我們最近也開始有一些活動 所以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邊的住戶現在在做什麼 那活動又是什麼樣的風格 那我們就一起走吧 在日本期待 在日本人開始有一些南進政策的思考 那同時間他們把那個海軍的警備服 從馬公那個地方移到高通這個地方 所以它那個時候在軍港的旁邊 東側這個區塊 規劃了一整個所謂的海軍的觀測區 那這個觀測區以住宅為主 所以它的道路呢 分佈算是還蠻密集的 那除了道路之外 它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有圓環的節點 還有大型的公園的連結 那還有加上獨門獨院的觀測 那比較特別的是 當時候軍區中間有一條很大的水溝 所以其實你當時候在住在這個地方 就是水與綠交織的那種感覺 那這條大溝它其實有分東西兩側 那其實比較靠近軍港的西側那個地方 就是現在的明德新村呢 它這邊的建築形態獨棟的 那比較靠近大溝東側那邊 比如說今天新村比較靠近南側的那個地方 都是所謂的雙柄 就是它一棟房舍它是分成兩半 好接下來我們要拜訪的地方呢 就是在建築新村這邊的其中一戶的住戶 那這位呢我都叫他小瑞姐啦 那他呢除了是入住在這邊的住戶之外 據說他跟建築新村也有很深的淵源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去認識這位小瑞姐 因為我是眷村子弟 是自住新村跟明德 叫做旁邊的明德新村 所以我的童年回憶幾乎都在這 而且我是已住在戶第一期的生徒者 我是住在隔壁 這個空間 高老師也是之前一朗有多 有認識的藝術家前輩 那我跟他借空間 這邊的很多裝飾的固定的物件 都是他的收藏 然後他把它組合 當時修繕他的概念就是 因為眷村是一個外省人 就是軍眷所停留居住的地方 他把他生活所接觸的閩室建築 一些古物 再跟我們傳統的日式 然後還有中式 然後做一個結合 所以你覺得現在這邊跟以前有無關嗎 其實我覺得很高興是因為有 文化主持的引住戴戶的計畫 然後把真正這麼有歷史跟有情感的 我們看似只是一個老屋 這個物件可以保留下來活化它 然後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從事一朗的工作 那我自己也是學設計 所以我就邀請了一些藝術家老師 然後在這裡跟這邊的可能職人 然後跟這裡的藝術家 跟這裡的空間合作 然後一起把這裡再保護保留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感人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地方 一樣在建葉新村 然後呢 這一戶是我的鄰居 不過他算是前輩這樣子 那他的這個空間也很有趣 他算是我們村子裡面那個 可以說是萬能工啦 什麼都會 木工也會 然後他自己也玩音樂 然後也會辦一些活動這樣子 那我就帶大家一起到裡面去看看吧 哈囉 伯彥 你是第一期的對不對 對 我第一期 你應該算是我的學長 所以平常說 你們自己也會在這邊 自己自辦一些什麼活動啊 音樂的演出 然後小型的電影放映 然後一些展覽 座談 然後甚至工作坊等等等等 都有在這邊發生過 所以叫萬事屋就是 什麼都雜事都要做 自己處理這樣子 也不是都要做 是因為都想做 主要是因為自己想要那些東西 然後我們萬事 其實還有很多是 不在萬事屋裡面的夥伴 比較像是住在高雄的一些 友好單位這樣子的感覺 單位或是朋友都有 然後我們就計畫說 在明年的從一月到六月 會請他們自己 認領一個月份 來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像我自己的話 我也會想要把我的畫的部分 給展出 然後就是大家安排一個月份 然後從一月一直 啪啪啪到六月 募集大家的那種想法跟才能 一起來這邊做點事情這樣子 就很棒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你們空間裡面 可以 那再請你幫我帶一下 那現在呢我們一樣在建議新村 然後這一戶比較特別是 因為它算是我的 最靠近我的鄰居這樣子 然後他們其實在這邊 當初申請的一個計畫 跟他們在做的事情也很特殊 那至於他們做過什麼事呢 就帶大家到裡面去看看吧 哈囉 嗨 這裡有空來玩 打擾你一下 破豆基地本身是一個占卜民宿 然後我們會提供 就是歐卡的占卜 那同時 好朋友流動部落 他也針對建議新村 有做一些文創商品的設計 然後這些東西也都會在 破豆基地這個空間未來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像這一個是 建議人其實就是 在去年的時候 流動部落去做了全村的一個投訪 那也把去年的 大概是夏天的時候 每一棟房子 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都記錄下來 因為其實建議新村 它是一個移住帶戶的活化空間 然後它其實裡面的人是會輪替的 那房子的外觀也會改變 那我們希望留住那個時候的記憶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 基底還是民宿 基底還是民宿 然後只是說你們兩人 有各自想要發展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計畫 所以才開創這一系列 像文創商品 甚至還有課程嗎 對 我們自己之前呢 就是也會搭配推出一些 就是體驗課程 然後我們其實很想要推出 就是讓高雄人可以微度假的那種概念 在就是平日 你就帶著你的衣服去上班 然後下班以後過來 隔天就從這邊出發去上班 那一天的晚上就是占卜職業 我們會提供就是歐卡的占卜 對 然後就是讓大家疫情期間 就是你知道 很不容易跑出去旅遊 也可以有一點放鬆的感覺 放鬆 就是我也出國的感覺 沒錯 其實來建議新村 也可以說是一種出國啦 可能接觸不一樣的空間 然後大家做不一樣的事情 好 那今天謝謝小V 然後我們再帶我們到裡面 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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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空間呢 一樣是我建議新村的鄰居 那這本身是一間民宿 不過他們也辦一些特別的企劃 像是快閃電 或者是市集等等的活動 那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我們就替老闆跟我們做做吧 我們要來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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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娃娃姐 GON這個意思其實是 GON的台語的英文拼音 就是GON的意思 對 那我們又取 HAPPA GOOD NIGHT 就是祝你有個美好的夜晚 那我們這邊設定的主題就是 就是住一晚眷村的家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來這個地方 體驗一下住真正眷村的一個 房舍的空間 體驗一下就是所謂的 多戶共居的一個精神的住宿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說 申請這個遺住待戶這個計畫 建築在建議新村 因為我們團隊其實一直 對老房子很有興趣 那得知建議新村這邊有開放 移住待戶眷村民宿的計畫 那我們這邊就趕緊來做一個申請 那因為這一邊最早以前是 日本海軍的軍官宿舍 那這個房舍也大概是 八十幾年左右的老房子了 那我們盡量就是 以這一個老房子的現況 那下去做一個整理 對 那所以說沒有太多的變動 好 那我們請 而且帶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空間 然後讓各位觀眾 可以更認識這個地方吧 好 那我就先從 我們房間的部分開始看 那因為房間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國民政府加蓋的區域 那所以我們就先往這邊走 那這邊的話就是 國民政府加蓋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間的話它是以前的 眷村的第二代的房間 對 那隔壁是第三代的房間 那它是一個連通房 所以說中間有一個門 那打開的話就是互通的 那我們當初在規劃民宿使用的時候 想要讓大家體驗一下這種 連通房的感覺 所以就保留了它原本的設計 那這間的話就是我們的 上下樓六人房 蠻適合就是一群同學啊或朋友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個房間 對 然後一起可能就是玩一些遊戲啊 或者是聊聊天啊 喝個東西這樣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客廳的區域 所有的公共區域 其實都是以前日式主屋的部分 房間還有衛浴的話 就是國民政府牽台之後 架蓋的區域 我們這邊有一個類似秘密通道的空間 那其實它這個就是 當初兩戶共用的一個隔間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在整修的時候發現到 它中間其實只有一塊薄薄的板 做區隔 所以後來我們這邊就跟文化局做申請 那看是不是可以把隔板拿掉 然後讓這兩戶可以互通 那就可以來到另外一邊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用餐區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這一戶的 後院的原廁的區域 走出去就是院子了 旅客在晚上或者是天氣比較涼爽的時候 也可以坐在這邊 吹吹風或是喝一些飲料 也還滿舒服的 因為莫斯2013 2014年那個時候 剛好我有看到一個報道是說 全高雄市許多眷村現在有在做 類似像是火花花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就申請住戴戶計畫 那我當初申請進來就覺得 我可以用左營這邊的不同的素材去開發 屬於我自己的產品 比如說小旅行路線 或者是用這邊的食材去做一些料理課程 或者是發展出一些文字的刊物的部分 然後讓更多人透過不同方式來認識 左營認識舊城 然後認識眷村這邊以前的生活樣貌等等 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那我們今天就是下午的話就是輕鬆做 然後大家可以邊做邊聊天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互相交流這樣子 我今天買的這個米是那個香米 那我們通常做這種辣味飯啊 會建議大家用那種類似像是泰國香米 原因是因為它的口感比較紮實一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買我們台灣的香米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抓的是兩人份 這個時候就轉小火 然後依序把這一些材料塞在去 洋蔥跟蒜頭的水分啊 跟甜度都把它炒出來 那這時候再下辣肉 辣腸 一定要讓它透過這樣子拌炒的過程 才可以把它這個裡面的油脂啊 跟它這個香氣比出來 炒一炒之後 我們就下了 稍微炒一下 我們就可以來下調味料 然後 最後就是加水 好 剛剛我們講了一比多少 一比一點 然後就這樣子讓它去 煮到它滾之後 我們就可以蓋鍋蓋煮六分鐘 然後燜十分鐘 然後最後再撒上蒜綠跟胡椒粉調味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習慣到走營就是吃吃喝喝 那除了食物好吃之外 它還有很多不一樣的驚喜 比如說建業新村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個是叫再見886 那裡面其實可以看到 也早期建業跟明德新村這邊居民的生活樣貌 然後也有一些不定時的展覽 或者是一些活動 可以先從那邊去認識 到底建業新村跟明德新村這兩個村子 以前都是怎樣過生活的 然後建業新村進來之後我們這邊 不同期有不同期的 像也有居住型的 也有像我們這一期是開民宿的 然後也有下一期是做商店的 所以會有各式各樣不同人進駐之後發展出來的事情 然後沿著廉石坦的那條自行車道 其實風景很漂亮 然後散步也很舒服 比如說你想要做慢跑 你想要放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沿著那條線這樣子 然後空氣也很好 那如果說是喜歡吃小吃的話 走營大陸上也有很多牛肉麵店 如果你喜歡逛市場的話 當然哈囉市場 或者是城中路旁邊的果貿市場 那個果貿社區 它其實有很多傳統的早餐店 然後果貿社區這邊 它中間有兩棟很特別 它是圓弧形 往天空趴起就是一個圓圈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 現在年輕人也喜歡去 人家說網美拍照打卡 就是在那個點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朋友 也很歡迎去果貿市場 傳統聚落 在現代多數人的眼中 或許是雜亂不美觀 但它卻是訴說 這座城市歷史的活素材 有時候放慢腳步 聽聽在地人的記憶與分享 你會發現傳統聚落的可貴與美麗 下次到高雄 不妨到左營舊城 聽故事 感受舊城的風華 南部開講 我們下周再會 佛福的活動 是一種旅行的 會在地人中 是不羨慕 我們下周圍的 都有放棄 一種旅行的 雜亂不開 有約是一種旅行的